本期内容为漫画单行本的十四卷 上一期讲到牛棚下火焰中的孩童的尸体 察觉出人们脸色大变的格斯他挟持了吉尔 那明晃晃的刀子放在吉尔的脖子上时 他的母亲挤得要上前 却被一旁的村民拦下 然后倍感意外的巴克也从巢穴里出来 他大声质问格斯到底要干嘛 为何要刺激这些村民的情绪 但是再次刺激到村民的反而是巴克 没想到最终的小丑竟是他自己 在巴克飘飘荡荡怀疑人生时 格斯再次威胁众人 让个路吧 一脸淡定的吉尔在看到妈妈那交集的模样时 他有些触动 突然格斯的身后 一个村民他不顾吉尔在格斯手里 抡着斧头照格斯袭来 被眼疾手快的格斯快速转身 将吉尔挡在身前 也正是这一下 吉尔的脖子被划伤 开始流血 格斯发出了最终的警告 现在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发麻 不知道什么时候手会没了力气的 无奈的村民们只能嘴炮 他大骂格斯不是人 而眼见流血 吉尔的母亲则晕了过去 巴克也是手毛脚乱 惊慌失措 最终村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格斯离开 但刚走几步 除了不甘心被认为是坏蛋的巴克 吉尔和格斯都看到了墙角 那个戴着头盔的男人 但他在与二人对视后 又再次躲进了角落里 他的表现 两人都看在了眼里 出了村子 格斯收回了匕首 对吉尔说 你可以回去了 然而吉尔没表态 巴克首先急了 年轻人 什么叫你可以回去了 你可是将刀子架在别人的脖子上 而且他还流了血 可一脸卷容的格斯却一把抓过他 像撒调料一样 在吉尔的伤口上撒了些磷粉 然后随手一丢 直写了 告辞 但转身的他还是说了句抱歉 看着转身离去的格斯 吉尔突然叫住了他 你是要去误谷吗 自己也要去 因为刚刚那个精灵 或许就是自己以前的一个朋友 他失踪了好一阵了 所以呢 格斯询问道 所以你想怎样 死心吧 他已经不是人类了 而自己现在就是要去杀你的朋友 你跟过来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别跟来 这不是家家酒 看着离开的格斯 吉尔是百感交集 他就这么的走了 这一切就这样的结束了吗 回头望去 村子里的那种生活 又要重新开始了吗 什么都没有改变 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像往常一样 一切都理所当然吗 扶摸着脖子上的伤口 吉尔陷入了沉思 格斯呢 则一个人艰难地赶落 巴克还在一旁喋喋不休 他不明白这家伙 为何要说那么残忍的话 还是对一个少女 所以你就是忘恩负义 你就是欠教育 但看着格斯那虚弱的状态 身后路面上的点点血迹 他又心软了 他要上前查看一下格斯的伤势 可格斯那冷冰冰的态度 再次让巴克是火冒散张 而格斯也警告巴克 自己没养你这是宠物 所以不要一再地在身边绕来绕去 烦死人了 宠物 巴克可没这种自觉 自己怎么会是宠物呢 他上前搭肩故作热情地说 假如没有自己陪着你的话 你的生活将是黑白色 又一次巴克被抓在手里 格斯警告说自己很早之前就说过 看见清零就会抓狂 就有想要捏碎他们的欲望 随着手掌的慢慢收紧 巴克气得再一次的死命的乱咬 他是要咬断格斯的一根手指 最终格斯将巴克丢进草丛 随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而探出头的巴克 头顶着飘虫还在叫嚣 再来啊 怎么认输了吗 放马过来啊 看格斯理都不理自己 巴克他也很生气 他决定再也不管这个讨厌的家伙了 随即一个人出现在他身旁 大山里格斯升起了篝火 西边的太阳在慢慢地落下 他则大口大口地呕吐 恍惚间全是火焰中的骸骨 左臂的伤口已经包扎 手边也准备了一条蛇 在切头包皮后是大口地喝血 吃肉 但那点血根本不够 甚至那生蛇肉的那种腥气 即便是难以下咽 但为了恢复体力 也只能强堵着嘴 强忍着恶心 死命地下咽 现在的格斯状态极差 失血过多 中毒 睡眠不足 甚至格斯都拿出了骨科叶 多说一句啊 这东西有阵痛和补身撞羊的功效 但还有一效 那就是能在叶子里提取骨科茧 又名可卡因 吃了阵痛药后 格斯深知 这个夜晚将会很漫长 太阳下山了 一直盯着篮火的格斯 眼皮在打架 但烙印再次发作 开始渗血 格斯睁眼发现 篮火上是那个让他恐惧的身影 那个魔鹰 环顾四周 是密密麻麻被火焰包围的 幼小的身影 气得格斯大骂畜生 是你 是你将他们带来的吗 与此同时 在不远处 再次离家出走的吉尔 头上拖着指挥方向的巴克 在月下行走 这场景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爱丽丝梦游仙境 虽然他是这个篇章的重要角色 但这两天的遭遇 对他而言 的的确确 如同梦境一般 此时此刻的格斯陷入了危机 他的四周是密密麻麻的火焰幼童 他们浑身燃烧着火焰 他们哭泣着并奔向格斯 不仅那脸上的神情 让人看着心疼 也让人感受到火焰的灼烧感 所以格斯大剑一挥 将火焰打散 但在火焰消散前 那声惨叫 那种感觉就像是 又杀了他一次一样 就这样 心里生里的不是 让刚刚吞下的蛇肉 被格斯全都吐了出来 听着四周那一阵阵的哭嚎 格斯咒骂着篝火里的魔童 而魔童也发出和周围孩子们 一样的声音 那大大的毒眼 就那么死死的盯着格斯 格斯也不惯着他 大剑劈下 魔鹰随着火焰冲天而起 格斯现在是一肚子的火气 既然这样 自己就整晚不休息 就陪你们这群畜生打发时间 只要陪你们玩一整晚 到早上 自己就可以大睡特睡 这里啊 细节满满 少了两把飞刀 另一头的山岗上 一只狼对着月亮狼嚎 吓得吉尔一停 也将习惯待在头顶的巴克甩了下来 他大力安抚着自己的坐骑 不要怕 只要和自己在一起 任何野兽都不会来袭击的 随后巴克开始变换形态 竖起长长的耳朵来回晃动 随即手一指 那边有那个傻瓜的反应 殊不知他这怪异的表现 竟让吉尔怀疑 这家伙真是精灵吗 他不会是什么怪异生物吧 路上行走时巴克忍不住地询问 这样真的好吗 虽然是和自己在一起 但毕竟你是女孩子 三更半夜走在荒野中 对于这种事 你真的是认真的吗 对方不是精灵 那些是怪物一样的危险家伙 格斯那家伙根本靠不住 就算你过去了 找到了 那个女王也不见得会变回人类的 也许你会后悔的 吉尔听完 沉默了便客后说 自己觉得一定会后悔的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跟在那位见识的身后 或是返回村子 不论是怎么选择 自己大概都会后悔吧 不过呢 现在自己已经来到这里了 这一段 真的 我觉得每一个年龄段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感触吧 尤其是最后的这句话 我就不多说了 朋友们吸品吧 因为这段剧情 真的是每一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感悟 自己的理解 这时巴克的手一指 那边 远远望去是点点火星 但格斯 他却在火焰中奋战 每一剑灰下 都是一个孩童的消散 惨叫 那声音 渐渐的要将格斯逼疯了 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癫狂 眼前的亡魂并没有攻击他 只是站在园里哭泣 他望向格斯伸出手 悲怯的询问 妈妈在哪 然而迎来的是格斯的斩龙 他一击将他斩成两斤 当吉尔巴克赶到时 格斯正在大杀死方 他的表情 他的状态 已经疯狂 吉尔巴克无奈的在一旁 不知所措时 一个亡魂 哭着喊着妈妈 扑向了吉尔 吓得吉尔发出尖叫 而同时杀疯了的格斯 本能的回身斩下 在惊觉是吉尔时 硬生生的停下了攻击 但就是这么的一迟疑 亡魂们扑了上来 格斯他们不能闪避 为了身下的女孩 所以只能硬扛 但这么硬扛也不是办法 所以他抱着吉尔 拖着斩龙 冲出了包围圈 但由于天黑荒不择路 从山坡上跌落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昏睡中的吉尔被格斯喊醒 他不客气的让女孩赶紧闪开 因为好重啊 当女孩害羞的起身后 格斯询问 那个小不点在哪 原来这家伙 一直被吉尔护在胸前 他被压晕了 由于格斯之前跌落时 身体撞到岩石 现在已经不能动弹 虽然他很讨厌这个家伙 但现在没办法 还是需要他的磷粉 只能说有些东西 真的是深入到格斯的骨髓里 强壮如他都已经动弹不得 但吉尔可以说是毫发无伤啊 在吉尔慌慌张张的 用巴克这个特效药帮格斯治疗时 格斯询问 你为什么又要跟上来 随后当吉尔解释到皮卡夫时 他又忍不住地询问 什么是皮卡夫 原来那是这附近小孩子们 都知道的一个童话故事 被排挤的皮卡夫 以前在某个村庄里 有个耳朵尖尖 眼睛红红的少年 由于他的眼睛和耳朵异于常人 村子里的小孩子们 一直都欺负他 大家都叫他 红眼睛的皮卡夫 或者尖耳朵的皮卡夫 虽然他的父母对他很好 但他心里总是在想 这里不是自己的家 他们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因为自己的父母 周围的人 村子里任何一个人 都和自己不一样 都不是红眼睛尖耳朵 所以有一天 他离家出走了 他要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要去寻找 属于自己的世界 于是他跑进了森林里 据说精灵们居住在那 大人们曾说 任何人不可以靠近森林 但皮卡夫 他找到了 精灵们都是红眼睛尖耳朵 长得和皮卡夫完全一样 但精灵们却对皮卡夫说 你才不是我们的同伴呢 才不是呢 因为你没有翅膀啊 随后其中一个精灵 对皮卡夫做出了解释 以前有对男女 带着一个生命垂危的婴儿 来到这儿 他们为了救那个孩子 而违反了村子里的规定 来到了森林 他们苦苦地哀求 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宝贝 请救救他 随后精灵们答应了他们 对那个婴儿释放了魔法 孩子因此而获救 不过他的长相 也有一半像精灵 尽管如此 那对夫妻还是喜极而弃 只要能保住孩子的性命就好 听完这番话的皮卡夫 急匆匆地冲出了森林 他边哭边走回头路 可是当他回到村子后 一切都太迟了 他进入森林时 明明才那么一会儿 但村子里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 村子里没人认识他 精灵们居住的森林 也不允许人类居住 所以他只能哭坐在小山丘上 受到了排挤的皮卡夫 一直的哭啊哭 原本红红的眼睛 更加的红肿了 听到这儿 巴克是两眼泪汪汪 格斯更说 好悲伤的故事啊 而这个故事 洛西努姐姐很喜欢 他经常说 自己就像是皮卡夫一样 洛西努比自己大四岁 他家就在自己家对面 自己没有姐姐 而他就像自己的亲姐姐一样 他和其他的女孩不一样 他就像男孩子 喜欢在森林里 河川里玩耍 他还喜欢抓一些小昆虫 小动物来自己面前炫耀 而且啊 他还有很多 男孩子们喜欢的东西 其中最莫名其妙的 是他曾在河边 捡到过一颗鸡蛋大的石头 那颗石头 竟然像人脸一样 听到这儿 苏醒过来的巴克 开始了行动 而吉尔则接着讲述 二人经常在森林里 河川旁 一直玩到太阳下山 现在回想的话 其实那是因为 他不想回家罢了 虽然当时的自己很小 并不怎么了解 但他的父母 经常因为他而吵架 闹得街坊邻居 是人尽皆知 他的脸上 手上 总是有瘀青 但他总对自己说 其实皮卡夫的故事 不是那样的 真正的故事应该是 皮卡夫 他就是精灵 他仍旧在精灵国度和爸妈过着幸福的日子 随后还说 自己就和皮卡夫一样 自己其实就是精灵国度的居民 每一次自己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就对自己微笑 但那微笑似乎是勉为其难 假装出来的笑 后来听人们说 在自己出生前 村子被卷入了一场大战中 当时大部分村民在事发前躲进了森林 但还是有些女人他来不及逃生 这其中就有洛西奴的妈妈 洛西奴从小就听见父亲的抱怨 那女孩真的是自己的女儿吗 再后来 在一个大雨的夜晚 睡梦中被窗外吵醒 打开窗子 是洛西奴姐姐 她这么晚在这种天气里来找自己 竟是道别 她要走了 当自己好奇地问她想要去哪时 她竟说要去物骨 她要去精灵的国度 她此来不仅是道别 还要将她所有的宝物 通通地都送给自己 就这样 她在这个电闪雷鸣的雨夜里 离开了 在她失踪后 大人们在山里 在森林里找了她好几天 结果毫无进展 不仅如此 数日后 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她的父母也失踪了 就仿佛跟随女儿走了一样 之后自己在她留下的宝箱里 在那个箱子里 唯独找不到的 就是她当初捡到的那颗 像是人头型的 莫名的石头 在那之后没多久 就传来了 精灵们袭击村庄的消息 小时候的自己并不了解 但直到最近 自己才渐渐地明白 洛西奴当时的心情 这时 巴克她又钻了出来 不仅如此 她还费力地将贝黑莱特搬出 让基尔辨认 当初洛西奴捡到的石头 是不是和这个一样啊 没错 就是她 一模一样 当问到这是什么时 巴克一脸嘚瑟地说 这是自己家里的客人 兼自己的抱枕 却被格斯一把拿过 她解释道 这东西是魔法石 是一颗会赐予弱者力量 召唤天使的魔法石 当然 说是天使 也许就是些爱摆架子的恶魔 反正都差不多 要如何使用这东西来召唤他们 自己也不清楚 但你的朋友 很明显他懂得运用 而且还变成了精灵的模样 他一定是进行了某种交易 对某种交易 童话故事总是说得很好听 但是这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有得到就要有付出 那群家伙渴望寄贫 你的朋友得到了力量 却也交出了最重要的东西 听到这儿 知道接下来是什么的巴克连忙阻止 可格斯接着对吉尔说 你刚刚也提到 他的父母失踪了对吧 这话一出 吉尔一惊 格斯则一脸嘲讽地接着说 洛西奴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 他把自己父母的生命 交给了那群妖怪 当祭品 这个残酷的现实对女孩来说 打击实在太大 而格斯再次揭露一个血连印的事实 这不是皮卡夫那样的童话故事 这是一部充满血腥的成人童话 假如你再继续跟下去 你会没命 下次 说到这儿 格斯的斩笼搭在了女孩的肩上 下次自己的剑不会停下来了 此时格斯的态度打碎了女孩那一丝倾诉 格斯接着说 你老爸不争气 你老妈什么也不会 你就是个俏家的丫头 这里不是你应该逗留的地方 别在这里挨手挨脚 见气氛如此的尴尬 一旁的巴克想要上前做和氏郎 可没想到 女孩的手扬了起来 格斯轻松抓住后 再次提醒他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童话故事 随即起身 不过女孩倒地 他转头冷漠的说 假如你想逃避的话 多听听皮肤卡的故事吧 格斯变脸是这么的快 巴克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他大叫 小孩子就小孩子 你想怎样 当他叫嚣着说 小心我控告你虐太儿童 而后面的小字 也算是作者的解释吧 近来关于这方面的法律 定制得很严格 可不许你想怎样就怎样 突然他看到格斯拿着一块块的石头 整整齐齐地在摆放 又按捺不住好奇 上前询问 结果再次被格斯一把抓过 丢了进去 上边还放了一块大的石头 这是在替他造了一个石种啊 就在这两个做着搞笑互动时 吉尔还没有能从刚刚的双重打击中缓过来 死命挤出脑袋的巴克好心地安慰他 别把那个臭家伙的话当真 他就是看你是小孩子好欺负 不论是你还是洛西奴 都是因为你们是小孩子就遭受到欺负 这个世界真的病了 吉尔太赞同这样的话 但此时他的感觉就是很丢脸很后悔 这话单纯的巴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那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放出去吧 就在这时狂风大作 巴克也不用请人帮忙了 大风将他吹的是来回翻转 竟是昨晚的那个妖精 他从天而降落到了吉尔的面前 吉尔是紧张不已的看着对方一步步的上前 看着被吓得浑身发抖的吉尔 对方伸出右手 先是放在头顶 然后又抚摸他的额头 原来吉尔的头上被他放了一只小青蛙 看着他那呆呆傻傻的样子对方是放声大笑 没错他就是洛西蒙 他一把懒过吉尔 高兴的说好久不见 看来即便是变成了使徒 他对这个儿时的玩伴还保持着之前的态度 行了这就是这一期的内容 这一期里出现了很多让人深思的话题 像是翅膀梦想童话现实 感觉有很多可说的 但又觉得不必再多说些什么 大家应该能在故事中都找到自己的影子 尤其是皮卡夫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但我个人而言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人真的要认清自我 说到这个认清自我 小孩子真的是尤其的爱幻想 我家孩子就是个显著的例子 和他闲聊时 最近他总是冒出各式各样的七思妙想 但无一例外 他自己就是故事的主角 就和当年的我一样 比较丢人 我是直到最近才真正的做到认清自己 或者是承认自己的平庸 但神奇的是 当你真心的从心底承认这一点时 你已经超越了很多人 当你在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时候 当你去做着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去选择别人下意识回避的选择的时候 你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而剩下的呢 就交给老天爷吧 行了 这些话真的是废话了 谢谢朋友们能看到最后 听我这么一个大叔唠唠叨叨 本期内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